跨越千载 传世之美 七线雕与黄雪玉的奇幻艺术之旅 拥有1400多年历史之久的七线雕 发源于在福建泉州 七线雕作为中国七亿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之一 其做工精细雅致 形象生动逼真 风格庄重古朴 也是闽南地区历史悠久 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之一 今年54岁的黄雪玉 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七线雕项目的省级传承人 他出身于木雕世家 却在16岁时毅然选择了七线雕这门手艺 将这首绝活传承至今 七线雕的制作过程极为精细 首先选取平整的基底通常是木板 随后漆料均匀地涂布在基底上 需多次重复以形成厚实的七层 在漆味完全干燥前 艺术家巧妙地布局细线或丝 创造出所需的线 甚至透过屏幕观赏 也让人饮花凉了 黄雪玉创作的《富贵花开》 《丹凤炒母丹》 《双龙成瑞》等众多作品 都被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馆 是座真体收藏的 而它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无敌 更是已经走向了国际文化 它创作的《荷花女神》 在国际大赛中斩雾头角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非裔艺术的 不显灭 黄雪玉坚信人外有人 虚无止境 它不断虚心向他人学习 汲取记忆的精神 汇聚众多优点 让传统七线雕记忆 焕发崭新的生命力 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像人精神最重要体现 七线雕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而黄雪玉则是它的当代时的故者 它的才情与坚韧 延续了这项传统工艺的生命 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之所在 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创新的和谐融合 为我们呈现了 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荣的美好可能